Hello 又是我小片Aman 今天我會為大家介紹一個在日本東北的滑雪場 這個滑雪場的面積很大 而雪道很適合大家去練功 除了你去練S-turn之外 還可以練Grantrix 另外它開放了五個臨間給大家玩 所以這個滑雪場除了適合Beginner之外 高手亦很適合去玩 如果你想選擇一個在東北地方的滑雪場練功 又可以入林玩 這段影片你記得一定要看下去 其實今天我要為大家介紹一個位於東北岩手縣的滑雪場 這個滑雪場叫做安比高原 安比高原的面積真的非常大 它一拱合共有21條滑雪道 七成都是初中級滑雪道 而且它開放了五個臨間的區域給大家 給好手去衝一下臨 而最長的滑走距離就有5500米 它亦有開放Light Ski給大家玩 所以其實這個滑雪場除了是初級的雪友之外 連一些比較advanced的雪友 喜歡沖淋的雪友都很適合玩的 要我講講怎樣去安比高原 如果你是香港的雪友 通常你都會留在東京的成田或余田空港 你可以選擇在東京乘坐東北新幹線 由東京去到成岡 最快大約是兩小時或10分鐘左右 去到成岡之後 你就有兩個選擇 比較簡單的話 你就可以在成岡站的西口 轉成路線巴士 去安比高原滑雪場 車程大約在50分鐘左右 或者你又可以在成岡坐JR花輪線 去安比高原站 不過你又坐JR花輪線 或者它有一個跳樓叫做銀河鐵路 或者有另一個名字 亦是50分鐘才去到安比高原站 上次我去安比高原 就選擇了坐花輪線 即是銀河鐵路去到安比高原 然後我就叫旅館的老闆 在安比高原站接我去旅館 想立即去到安比高原的話 你坐那班飛機去到東京 就真的要早些飛機 否則你就可以在成岡睡一晚 翌日再坐巴士或花輪線 去安比高原 如果你是台灣的雪友 相對來說方便 因為你可以坐飛機去到仙台站 你去到仙台站後 你有兩個選擇 你一天就可以坐巴士 不過也要三個小時 坐三個小時後巴士去到安比高原 或者可以在仙台 坐東北新幹線去成岡 而坐東北新幹線去成岡 由仙台去成岡 只需要四十分鐘的時間 在成岡後你可以選擇 剛才我所說的 坐巴士 或者坐花輪線 或者叫做銀河鐵路 去安比高原站 不過是因為只要你去東北滑雪 所以花的時間都真的比較多 所以雪友通常去東北滑雪的話 交通是一個很大的考慮因素 不如說說安比高原的雪況吧 其實安比高原在東北地區來說 都算是一個雪況不錯的滑雪場 如果你選擇去安比高原的話 最好的時候是一月頭 或者一月中開始 去到二月底 這些情況的時候 就最好的雪況 但天氣就沒有人知道 經常都說 如果你想好雪況的話 最重要是做甚麼 做多些線士 我們又說說滑雪場 你看一張照片 就見到其實它的滑雪場 那個面積真的非常大 而它分開了四個大的地區 你可以看到其實它有些雪度 雖然說彎是比較多 而有些雪度很特別 有些雪度很直 由山頂那裏 就可以一直望到落底 所以如果你是一些初級雪友 想練功 或者你想練一下卡繩 它有幾條滑雪道 真的很適合你去玩 因為它相對而言 它不是很斜 而且又很長 又夠寬 所以真的很適合練功 另外 在圖上可以看到 有幾條滑雪道 有很多彎位 如果你喜歡劈山的話 這幾條滑雪道 真的又很適合你 其實在安比高原 它開放了一共有五個 臨間的滑雪道給大家玩 你可以看到這五個區域 就是從哪裏來的 加上安比高原 它們的雪房好 所以加上你可以進去臨間 有很多延間的雪友 都很喜歡去東北地區的安比高原 進入臨間 享受一下它的刺激的感覺 它的滑雪場很大 適合這甚麼人 除了適合一些喜歡劈山 喜歡練功 S-turn玩carfing 又可以玩平花 又有開放五個臨間的滑雪道給大家玩 安比高原真是一個 不同的玩家都很適合去的地方 而且它的雪房相對來說 都算不錯 我建議大家從一月頭、一月中 到二月尾這段時間 就是一個比較適合的地方 其實安比高原 是一個Ski-In Ski-Out 形式的度假村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這間是甚麼Hotel 這間是比較貴的Intercontinental 它真的很棒 你看得到它的房間 真是多大間 雙人房也這麼大間 你看到它的景色 看著雪景 多漂亮 房間有一個露台 還有如果有買一些房間 就有自己的溫泉在裏面 你說真是多棒 真是事實 一分前 當然是一份貨 如果你覺得Intercontinental太貴 你可以選擇另一間Ski-In Ski-Out的酒店 這間就叫做 A.N.A. Chronic Plaza 的resort 它的房間其實也不頑皮 你看到房間也有雙人床 也有梳化 基本上房間的尺寸也很不錯 而且它的溫泉 叫做百華之湯也很有名 你看到露天形式浸泡 真的很棒 它的溫泉也是去到安比 其中一個大家很喜歡的地方 溫泉街 話完說 最重要是做甚麼 當然是另一件事 當然要浸溫泉 為何要去日本滑雪 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上次去安比高原 其實我住在旅館 我選了一間叫Muti的旅館住 我比較西式 我住在陽室 老闆娘原來是一位老人家 她很好英文 我跟她聊天的時候 她就告訴我 原來她是以前 日本國家隊的Ski Instructor 多厲害 很英文 真的英文好到溝通 完全沒有問題 你發電郵給她 那時可能因為準備春話 她很快會回覆你 但她的酒店設施也不錯 我選擇了一間陽室 房間的地圖算大 把板袋放上去 亦很有空間 它的溫泉相對來說 是小一點 但它也是一個室外的溫泉 開放空間 挺舒服的 不過如果基本上浸浸兩個人都可以 浸第三個人我就覺得有點逼 其實我很推薦大家除了 住Ski In Ski Out之外 如果我再回安秘公園 我一定會再選擇另一間Mutti 除了老闆娘 老闆娘說話非常風趣 還有她英文好之外 她的食物非常好吃 我告訴大家 真的非常好吃 我住了四晚 其實她每一早的早餐 都是不同的 她的款式非常多 四天的早餐都不同的 你看得到她的早餐 份量豐富 亦都很好吃 還有我告訴你 那個麵包真是好吃 真的 我不知道她買還是自己做 很好吃 我沒有問我 我只會跟她說 你的麵包這麼好吃 很軟的 很香的麵包味 熱辣辣的 真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吃麵包 變成我每一天 我都是吃起碼兩個麵包 我才出去滑雪 而晚餐方面亦一樣 份量多到 而且不知份量多 亦很好吃 有沙烏沙烏 又有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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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選擇多到 每一晚都不同 你不會覺得悶 你真的不會覺得悶 而且她吃飯時 可能當時我有春滑 又得到我台客 她就走來跟我聊天 我很喜歡跟她聊天 她就知道我是一個項目 她也很好笑 她就說笑 我要小心點你 她知道我會介紹她的那間民宿 所以她會說我要小心點你 後來我回來後 我發現在網上看回原來她有個花名 原來她叫做安肥媽媽 原來她是安肥很出名的 所以我選擇到Rooty這間旅館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可以選擇多一間這麼出名的旅館 我自己初一開始都不知道 剛才說住在旅館 你如何去滑雪場 其實通常那裡的旅館 因為離開的滑雪場比較遠 變成旅館都會載你去滑雪場 車程是很快的,都是三至五分鐘左右 基本上和她會約定的時間 在滑雪場就會載你回到旅館 所以就算你不是住Skin Ski Out 這也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為何小編會一撲而食 通常小編都好笑 通常都喜歡吹吃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不是住在Skin Ski Out 那個resource裡面 你住在旅館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除非你自己開車 否則你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在旅館裡面吃 為甚麼呢 你可以選擇在其他地方吃 但其他地方都是旅館來的 我以我所知 基本上如果你去其他地方吃 是沒有甚麼的 晚上想買手信 應該都有些少許的souvenir shop 所以基本上安比你晚上是沒有夜生活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 除了你開車可以駕駛進去resource裡面吃 雙雷廣街 貴一點、美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 你便選擇一撲而食 你便不要想著有很多夜生活 大家也看過剛才我的安比高原的介紹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大家可以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日本話說很有型的youtube頻道 亦可以留言給我和分享給朋友看 我們這段影片就完結了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